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黑 今天我们是不拿这个二手机了 今天来搞一台全新级 来这个华强北的远望数码商城这里 当当当当 这一台就是我们今天要拿的这个s23 ultra 然后是一台台版的全新级 那么可能有人要问了台版的机器跟国航港版的机器有什么区别呢 台版的s23u 其实它跟国航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然后它比港版差的就是一个全国联保 港版它是可以在国内去保修的 但是港版比台版差的一个点就是它没有nfc 然后今天这个客户是想要这个nfc 所以他就需要去拿这个台版的 虽然它没有全国联保 但是它的功能上它是跟国航是差不多的 在远望这里人家是离贵不保的 所以你拿这些三星的机器一定一定要把这个屏幕看好 三星的好处就是它即使不激活 它也能通过这个工程模式去把这个屏幕测试一遍 然后把它这些基本功能都过一下 所以一般来说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把机器外观 然后功能大概测试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去给它刷一个国航系统 那么它这台机器就跟 国航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就比国航差了一个全国联保而已 今天这个机器是6000多拿的 然后国航的价格你们自己在网上对比就好了 然后再来说划不划算吧